OK 接下來是我一直很想分享的一個主題 就是礦機問題的整理 那自從用了Hive OS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比Windows實在太方便了 而且放心的不少 因為它有很多一些硬體的 硬體資源的監控 比如說溫度啦 然後Power啊 之類的Hash rate等等 那我這邊要來就是分享一下 我在Hive OS 遇到的問題 沒有常常 但是如果你遇到的話 這些我解決問題的經驗可以給你一個參考 第一個就是Wi-Fi掉線 第二個就是GPU突然Droped out 這兩個都很硬能抓狂 那最硬能抓狂應該就是無法開機啦 OK 主裝礦機很簡單 也不能講很簡單 就是簡單 但是其實還是有些的話 特別重要的是用電的安全理線的接或處 線材的選擇是對或不對 這都很重要 那如果不清楚的話 可以再看我另外一個視頻 就是那個SATA線 可以借顯卡嗎 OK 那 遇到礦機出問題 最累的就是擺出問題啦 那我們現在就來分享一下我的經驗了 第一個 Wi-Fi掉線 這個圖片你可以看到 就是右下角那個Wi-Fi燈恆亮 OK 恆亮 什麼狀態會恆亮呢 就是礦機當掉啦 也就是我稱的所謂死機 那這個Wi-Fi燈會恆亮 你的手機會通報你說 OK 這個礦機掉線了 那我們看一下 通常解決的方式依序有 1 關機重開 等個幾分鐘 記住你要等個幾分鐘 因為有時候它主板還有那個軟體 需要一些時間反應 不要說沒有等個1分鐘 2分鐘 你看它沒有 都沒亮 那你就把它關掉重開 你就給它等個2-3分鐘好了 OK 二 我們如果第一個不行的話 我們就叫它插到另外一個 USB Port上面去 那一樣 給它一點時間 等個3分鐘 如果還是不行 好 那就第三個步驟 換另外一個Wi-Fi的USB 就是你應該還是有其他的那個 OK 就是Wi-Fi的USB 就是Wi-Fi的USB 那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就跳第三個步驟 然後呢 如果真的不行 我們就重複1到3的步驟 OK 好 那其實呢 通常在第一個跟第一個方式 就可以解決了 頂多就是 多 頂多就是多測 幾次重新開機 OK 寫得有點繞口 OK 好 那其實這個大概就是這樣子 其實就是 礦機掉線 Wi-Fi 燈衡量 其實是蠻容易解決的一個問題 好 我的經驗是這個樣子 OK 那問題的特性呢 其實這個是在特定的礦機 因為我的主板都是二手 或 那 Wi-Fi 大部分是新的也有舊的 OK 那可能主板是二手的關係 所以品質比較不穩 所以它發現的特定問題 就是在特定的礦機 那其實也不會常常發生啦 那其他沒問題的礦機 其實其實都沒有發生 都不會發生 你一個月也不會發生 兩個月也不會發生 那你未發生問題的礦機 可能一個月 會出現一個兩三次 那有時候一天會幾次 那通常也沒有這麼頻繁 大概就是兩個禮拜一次 等等的 或更少 好 那 另外一個就是 也很令人抓黃的就是 GPU 突然抓不到 那 比如說上面畫一個叉叉 OK 我們看什麼問題呢 基本上呢 我們排除顯卡或主板的問題 我的經驗是 換不同的min軟體都能解決 這是真的 就是 你換不同的min軟體都能解決 我們排除硬體問題 大概是這樣個樣子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解決的步驟 第一個 我就直接切換成不同的min 比如說NBmin換成Phoenixmin 那如果說你直接在沒有 重新開機直接去切的話 可以就可以 不行的話 那你就切了之後要重新開機 OK 那如果還是不行的時候 你切到重新開機之前呢 你將礦機切 切換到維護模式 然後再重複上面的步驟 因為切換到維護模式的話 我想它 你不會直接開挖的話 你的那個系統啊 跟你的顯卡 還有軟體會有比較多的磨合時間 所以 等你確定它都做花大好之後 我們再去開挖 這也是可以的 而且會比較穩 好 那問題特性 其實就是我的經驗 就是大部分都是軟體問題 那我上面的貼圖 是一個離彎 那是硬體問題 那一張是1070TI 而且我還送修過 那結果修回來 大概兩個禮拜之後 它問題又再發了 那我也懶得修了 OK 那我的處理對色就是 這樣子 就看它心情嘛 如果說它出現 它心情不好 那我就把線拔了 那我以前比較傻 我也把那個 那個POWER PCI POWER全部都拔掉 嗯 後來我就懶了 我想說把線拔了就好 因為它偵測不到 那它所 它偵測不到 它自然就不會開挖 它也不會 那個 它也不會就是說 風扇狂轉 我那個問題是 風扇狂轉 非常的吵 OK 那我把線拔了 它就是 待機的狀態 OK 所以風扇也不會狂轉 那我等時間一到呢 我想要讓它上班的時候 我把那個USB插回去 然後重新開機 這就結了 OK 所以就這樣子 就 就讓它 一天工作8小時好了 好 我再看另外一個問題 無法開機 這個真的非常惱人 惱火 OK 那這個問題 就真的令人抓狂 我準備一段VCR 我如果去Debug 可以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那問題的特性呢 其實多半都是硬體問題 OK 那你要做一個判斷 基本的一個硬體 組裝電腦經驗的判斷 那如果沒有這個經驗的話 等一下看一下那個VCR OK 那同時你要做一個交叉測試 那同時 因為我們 我們要排除硬體之後 那另外一個就是軟體的磨合 真的蠻傷時間的 而且 你的PCIe有很多POR 你也不曉得說要插哪一個 Slot OK 那不是叫POR 那其實蠻花時間跟傷腦筋的 那解決方式呢 就請看我如何去解決 無法開機的問題 就看那一段VCR了 OK 這一台礦機很奇怪 我就 出去的時候 我關機休機 然後 要再重新打開 就打不開了 風扇會抖一下 然後就沒有任何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 對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再按一次 它就沒動作了 我懷疑可能是泡的問題 可是在處理泡之前呢 我將記憶體重新插拔 也沒有用 那 我這個主機板還算蠻乾淨的 應該也不是什麼灰塵導致短路的問題 所以呢 我們就來換泡看看 那它可不可以再動作 好 我將原本的主電源 換成副電源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是主電源的泡壞掉還是怎樣 啊不行 我這個CPU還沒有換 等一下 好 我這次插上副電源 然後 將所有的顯卡 的線 全部都拔掉了 OK 接線都拔掉了 然後呢 我賣一下電源供應器 動都不會動 看來 不是電源壞掉 是這個主板掛的吧 呃 我拿電源供應器去別台測試器 測看看好了 好 因為剛剛主電源插上去 呃 副電源 拔掉的情況之下 主電源也不會 呃 也不會動作 然後呢 副電源也不動作 那 我就來看看是 主電源壞呢 還是變成主板壞 然後呢 這個主電源在這邊 OK 這下面是測試機 我電源已經換過來了 然後呢 我們來 打開Power OK Power會動了 風扇也會動 登登 答案出來了 就是 原來我那一台十幾年以前的那個PC 那個簡易型的PC 主板壞了吧 那用這麼久了 也受終正經了 這個剛好備用的測試板 就拿來用了 好 偵測成功 那這個偵測的方式 可以給各位做參考 那我們可以快速去檢測 是泡壞掉呢 還是主板壞掉 還是認壞掉 呃就是這樣子 OK 掰掰了 我的舊主機 你也該休息了 害我從這一個 拆下這麼多的顯卡 OK Goodbye OK 現在這個礦機 讓我搞了一兩個小時 我最後才搞定 我最後發現 原本 我換了這個主板 它那個 PCIe 乘以1的那一個 發現它只能抓 接這種板子 它最多只能接 這些五個顯卡 超過五個就抓不到 因為我最後 受不了了 我就先拔掉兩個 然後去開 結果開出來是成功 是四個 然後呢 我再裝第五個 也OK 然後裝第六個 試了兩次 交換位置都抓不到 最後 我才確定 你更換 礦機的主板的時候 你的那個 PCIe的插槽 然後 有可能 它會抓不到 你其中的顯卡 這時候 你要嘗試的交換顯卡 或 加減顯卡 那最後呢 你就會 輕易的解決這些 疑難雜症 因為 除了解決硬體的限制 還有 有可能也是 軟體的問題 比如說 你的USB點 開機點 如果你覺得有問題的話 那你就去重新Format 就這樣交叉測試 那 你就可以順利排出一些問題 那 儘快的 去讓你的 框機趕快上工 那 這次 Debug的經驗 可以作為各位的參考 最後 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 對您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 訂閱 點讚 跟分享喔 我們 醫學 後 開分享 二